潮州洞鞋 潮州洞鞋通常用這隻花蟹 怎樣選一隻好的花蟹 拿上手要聚手 後面的掩位要夠厚、夠肥 如果再肥一點,這裡會起菠蘿紋 這隻蟹就一般,五成肉蟹 這隻蟹一定要動 做到蟹,首先要凍死它 通常會用冷的冰水浸死它 在家裡我就要冰,放蟹在裡面 然後放進冰櫃裡冷死 因時間關係,我就做了兩個小時出來看看 如果你看到它還動的,你可以放在冰櫃裡面再冷 如果它還沒完全冷死,你蒸的時候 那些蟹爪和剋鋼就可以脫出來了 花蟹就比較乾淨 主要就是清洗這個掩位 擠了裡面有些屁股出來 把所有醋都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這隻蟹就十五兩重 就這樣看樣子,起碼要有三四兩才有八成蟹 洗乾淨 就反轉隻蟹,放在碟上 蒸的時候,那些膏和醬汁就不會漏出來 蟹就屬於航量的 蒸的時候呢,最好就加兩片薑進去 中和蟹的航氣 蒸海鮮好不好吃都很講究時間的控制 一斤蟹左右,家裡的爐頭大約蒸十分鐘左右 水滾,下蟹 蒸好了 拿出來用過濾水清洗一下 和降溫 然後就可以放進冰箱冷卻一個小時 冰好就可以拿出來切 蟹之前未完全死,所以脫掉了一隻鋼和一隻爪 想把蟹放出來好看點 和用點吃,就先剪走一些爪 然後用刀在中間小小力壓下去 然後用刀在中間小小力壓下去 不要大力刺激 然後用刀在中間小小力壓下去 撕開一半出來,另一半就很容易脫掉 撕走一些梳的位置不要 看到蟹有這麼多水 就知道蟹不夠實力了 五成的肉蟹左右就是這樣 清除蟹的胃部 然後清除殼邊 方便之後吃 蟹冷了之後 肉就不會太黏過殼 還有殼比較脆 所以切的時候都比較方便 蟹仔的位置分開三塊 如果大一點就可以分成四塊 一閘一隻 切好了 潮州洞在家裡也不是太難做的 但在外面吃起來很貴 很貴